他说,万一不关我,我们所有的时间就没有了,所以我们就等他主动,等了半年,到12月,他还是没主动,我就知道他就往下,他就太忙了,就随便应我们,啊,我主动,我就往下,所以请开始,师傅介绍一位外星人与我们认识,或先介绍一个外星人所住在星球上的位置,他们的生活环境情形,在大家的眼中显示,送出去了以后呢,他回答来了,我说, any time, no specific,任何种类嘛,有没有要看特殊的,我看他这样回来,就知道他怎么样,哎,他答应了,有没有高兴,就说any time,随便随便,啊,我们还敢讲什么,我们也知道什么有特殊的,一讲完我就会不会,应该要看那些高科技的嘛,看那些低科技有什么意思,啊,不过我们不能反悔啊,oh, let me find for one week,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,啊,然后呢,我们就注意到,就是手上电压,一直在闪,一直闪,什么意思就是, 他一直在开天影,看一关,看一关,开了十九二十秒,我就问他说,你看了什么啊,我说,看到这个师傅还要弯腰在桌上找东西啊,一直在播东西,在看,啊,在看什么呢,在看我们领克系的星球,啊,哪个可以带我们去看,啊,他就在播,过来过去看,啊,没有时空的限制,至少在我们的时空里,啊,就在他前面,他就在看,哪个星球可以去,他就这样,嗯,OK, 我再看他,他找到了,啊,我慢慢告诉他,一个礼拜,他讲好是一个礼拜,所以在一个礼拜之后,大概1月1号左右呢,啊,大家往上打坐,师傅就来了,带他去看,连看两天,啊,他觉得,你在偷看人家,就远远地在偷看人家,啊,他看到什么呢, 两个眼睛,两个鼻孔,没有鼻梁,啊,一个嘴巴,两个耳朵,头上一个揪,双手,双脚,手上三个手指,大师母还是大的,像一个一一样,啊,这是他的描述啊,科登西的偷,我看不到他脚,就是他那视野比小,远远地在偷看人家,啊, 然后,他自己的造型,女后来我们看 hoch,